Hi, I'm Ashley 妳衝浪還是長這樣嗎? 幹嘛 這是我姐在巴黎島發給我的影片 我真是看到很心疼 那麼好的浪可以幹那麼多事情 如果你也想美美的Cross Step 然後走到版頭 記得看完我的影片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在看完她的影片之後 我就跟她說 妳離版頭不只Cross Step 妳還差了一個時間點 take off的時間點和位置是非常關鍵 在看高手的時候 他們就是能一take off走到版頭 因為他們take off的位置就是對 他們滑水的位置就是對 他們等浪的位置就是對 今天我們先不說看浪和追浪這個事情 因為那並不是一兩天就能解決的事 必須要多衝多衝多衝 我們今天來說一個一講就懂的原理 衝浪需要配合浪 聽起來很簡單 但很常在beginner的時候 並不會注意到 你要走到版頭 必須在浪 浪頂 在浪底 那叫插水 不要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跑在浪上左跑右跑 沒事做我來練個軸板好了 就不管任何事情 我今天就是要練軸板 最後你就是會插水 然後浪費了一道浪 這裡也帶出了兩個很重要的衝浪原理 第一個衝浪不是在平底 是在一個斜坡 或者是你想像在玩滑板的時候 你在玩一個完工 所以會左跑右跑之後 你要學的是bottom turn還有top turn 是浪底還有浪底 浪底還有浪底 之所以很多玩短板的人 他們轉長板的時候 很容易就走到版頭 因為他們就很能理解bottom turn top turn還有cut by bottom turn、top turn、cut by 也是跟你在浪的那裡 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在take off的時候 蠻常就是從浪底 直接滑到浪底 然後這個時候 你往下衝就會有一個動力 你這能做一個bottom turn上來 因為你有速度嘛 你到bottom turn上來之後 有些人可以走板 有些人可以做一個pumping 加速 你在想像自己在玩工裡面 就能一直pump 一直pump 然後你就能一直跑 一直跑 但跟滑板不一樣的是 衝浪也要看浪 如果你只顧著加速 你的浪幣還沒有跟上 所以你就會過了那個浪 浪就會消失 你就突然沒有動力了 所以你必須要在浪消失之前 做一個cut back 保證自己還在浪的pocket裡面 你才能繼續有動力 不然你跑得太快 你就離開了差 浪其實還是一直在break 這裡還是一直能玩 但你跑得太快 然後浪就跟你分道揚鑣了 第二個原理是走板 是在翹翹板上的一個感覺 為什麼別人能做板頭架成 一直高高在上 然後你走板就沒動力撐下去 你看高手的影片 他們板尾其實都在浪花的後面 用白花浪的壓力來壓住板尾 這樣你才能卡在浪地上 走在板頭上 站在那邊不會 啾 掉下去了 很多時候他們在 hand fire 或是hand ten的時候 你會看到hang一陣子 然後板子咻下來之後 他們必須要退回去一個cut back 然後再走回來 然後再走回來一個turn 然後又繼續走走走走走走 原理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你板尾沒有東西壓著 你的板頭就會沉下去 你到浪地的時候 你就會 掰掰 剛開始練習 cross step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自己的腳 就是被吃住了 就不會動 你會變成那個小跳步 就這樣 就不好看 那我自己在練習cross step的時候 我其實是在路上先練 我就在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滑板 你就練習你的腳會在 一個不穩的東西上面 能夠做cross step 是一個左右腳重心轉換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 從左腳到右腳 右腳到左腳 你的腳就是黏著 然後你只能去一個hop hop hop 然後 不好看 給大家一個tips 就是可以在一個 不一定要滑板 或是你把滑板弄到比較鬆 讓它比較會有一個 腳尖跟腳跟 的重心轉換 然後你在這個 不穩的東西上面練習 左腳右腳 重心轉移去走 這樣比在浪上練習更有效 因為 也不是每天都有那麼好的浪 也不是每個浪 你都在對的位置能走 或者是浪上 可能有別人在你的路線上卡著 你也不能硬走 最後送大家一個具有用的tips 幫具有浪的海邊 是你衝浪進步最直接的方法 掰 我要去衝浪